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软件 叫做Padlet 它是一款在线协作工具 也可以叫做故事墙 那么它有网页版或者是手机版 我非常喜欢在课堂上 或者是布置功课的时候用它 因为它可以实现课堂的多人在线协作 也可以共同的去展示自己的作品 展示的形式也是非常的多样 可以是图片、文字、视频或者是音频 那么我一般会在以下几种情况下 进行Padlet的协作教学 第一种情况需要每个人的协作教学 每个人独立完成 也就是我们最通常的写作的时候 他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完整的放到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么对于一些没有任何想法 或者是没有灵感的同学 他也可以参考到一些想法和启发 来促使自己有东西可写 第二种情况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叫协同写作 比如说对于一个故事 我们同学A写开头 同学B写中间的主体 同学C写结尾 那么同学D再来进行改写的时候 可以实现一个多人的互动 同时的协同写作 第三种情况就是一个评论或者是辩论的时候 给它一个主题 所有人同时会在这样的一个平台打出自己的想法 那么所有人也可以同一时间看到不同人的所有想法 总之它是一款即互动协作 以及分享的一个平台 同时你也可以把所有的作品完成以后进行一个输出 它可以变成PDF或者是图片格式 或者是其他的格式存储在本地电脑中 那么也可以分享给学生 看到自己整个学习进展的一个过程 接下来我会简单的 是我的屏幕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怎么样开启一个Padlet的版面 和怎么样是给学生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Padlet的主要界面 你可以通过自己的Gmail或者是其他的邮箱注册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我们开始制作 开始的时候只要点击这一个制作Padlet 然后你会看到这里有非常多不同的版面设计供你选择 那么我平时的话比较倾向于选择第一个Wall 也就是墙值 那么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全新的界面 那么我们就开始可以先取一个标题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故事大续写 我的标题是 这边可以选择一些描述 来把你对这一次功课 或者是写作的具体的要求写在里面 比如说要有什么修辞啊 或者是字数都可以写在这里 那么这个Icon呢 其实是你的这一个Padlet的一个图标 那有的时候你会选择一些比较可爱的头像 那么学生的动机会比较强一些 那这一些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 包括换你的这一个背景图片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他自选的可能是一张落日啊 或者是其他的你可以选择自己更喜欢的 其他的像这些星期太空的 那这些是关于一些他的背景设置 以及最基础的设置 那么下面当学生在post他的功课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一些不同的设置要求 比如说是不是允许每个学生的名字 都体现在这一个页面上面 那么是不是按照先后顺序去排列 或者学生是不是可以进行评论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reactions可以去进行评价 那么这边的话有一些可以点赞 可以去投票也可以去加薪 或者是给一些等地 那么平时的话我比较喜欢用这个like 因为同学之间如果直接点赞的话 我们学生会更受鼓励 也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出现 这是一些基础的 那么完成了这一部分之后 我们要share你的这份功课给学生 那么怎么样share呢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一个隐私权 因为学生很多功课 我们要保障他的隐私 我一般会选择用password 因为隐私一部分又保证了 一部分又让学生可以按照一些密码 可以进来进行编辑到 那么这边还有学生可以去读 或者去写 还是可以去编辑别人的 那一般会选择只可以写自己的 不然的话就会影响到其他同学的作品 那当你要把这一份功课去给学生 分享给他们去做的时候呢 你可以copy link 或者是形成一个QR code 让学生直接用二维码扫进来 那么同样的你也可以直接把它share到Google Classroom 或者是Season里面 那么当学生完成以后 所有的作品 其实可以最后把它输出为一张图片 或者是PDF 或者是CSV 或者是Excel表 还有是直接可以打印出来 那么这些刚才我已经有提到过 那么接下来学生怎么样开始进行编辑呢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右下角有一个加号 我们点击加号就可以开始打 那么title的话 学生如果他们有自己的标题或者是名字 我们可以开始进行某某某 下面可以写它的一些内容 这边我们先随意的先打一些 那么看到下面有一些小的标示 还有一些链接图片 那么可以看到可以上传不同的文件 有一些视频啊音频啊 或者是图像或者是截图 也可以把自己画的图片放上去 甚至你可以把自己的location 你的地点也放在上面 那么这一些功能呢 也可以大大的增加学生的积极性 那今天的教学小工具介绍就到这里 下一期我会继续推荐其他更好用的教学工具 给大家分享 要关注哦 我觉得可以先转过去 购联系一段时间